大家好,我是农权婚姻尼 美国疫情已经快一年了 在美国的华人很多都是开餐馆的 特别是自助餐馆 由于疫情不可以弹吃 很多都无法维持下去 最终选择关门 今天我们去看的这一家 是西语艺人开在超市里的自助餐 这个超市在华人和西语艺人居住的地区 这里的讲西班牙语的人 主要来自墨西哥和波罗尼哥 这个超市也是大型连锁店 老板应该也是西语艺人 东西品种很多,也很便宜 我经常来这里买东西 这就是我说的超市里的自助餐 就一个自助台,大概有28道菜 这里写的价格 用撑的,按半算的 早餐和午餐每半5块9毛9 只拿肉类,只拿肉类,如鸡肉,猪肉,牛肉 餐内大部分是烤的东西 这里有烤土豆 烤鸡 烤猪 这个也是烤肉 两种汤 不知道是什么汤 没有餐排 这是烤鸡 炒换和白换 炸香蕉 水煮山芋 烤蔬菜海鲜 烤猪扒 各种面食 炸鸡翅 还有两道沙拉 生意好像不好 我来一会儿了 就看见一个客人 这家超市的肉类在疫情刚开始时 早早就全部卖光了 好几天没有货 现在货物充足 不过价格贵了一些 我查看了一下 大概比以前贵了三分之一 面包价格没有贵 快到七了还减价 饮料的价格和以前一样 今天看了一个新闻 美国疫苗4月份可能普及 这样中餐馆又可以恢复晚日的华农 总算结束一年的宅屋生活 我们下期见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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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观看一下 我们下期见一会儿 然后期见一会儿 就是另一会儿 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还有一点 一些新闻、殆景都在 中华 松bey 啦 欸 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